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成的财政预算案当中就有提到 政府将在马来西亚人民海外信托基金下 额外提供1000万令吉 用以捍卫以及协助在海外卷入打工骗局 以及其他案件的受害国人 那么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资部主任张天赐就认为 政府没有必要滥用纳税人的钱 来营救受困国外的主宰 他说政府对这种做法恐怕会助长歪风 向民众传达错误的讯息 让更多的年轻男女误以为可以到国外碰碰运气 反正出了状况有政府打救 张天赐就建议 政府应该善用这批拨款 严打诈骗集团 只要诈骗集团不复存在 这不会再有人上当 那么另外吉达州的州务大臣沙努西 对于安华这份财政预算案也有话要说 沙努西对于安华在2024年财政预算案中 没有提及居邻国际机场感到遗憾 但沙努西强调吉达州政府不会放弃居邻机场的计划 他说联邦政府2024年的财政预算案 虽然没有提到居邻机场计划 他就希望联邦政府在之后的年度预算案 又或者是之后的任何一个场合中 可以为吉达州捎来相关的好消息 而沙努西也希望该计划有天 可以获得联邦政府批准 以私人融资的方式来进行 他目前正通过多方面的协助 向联邦政府推进申请 希望可以获得政府尤其是交通部的批准 那么至于槟城方面 在安华昨天提成的财政预算案当中 就有提到按照公司合作方式 冰岛之威省的轻快铁计划 初步估计将会耗资100亿令吉 那么宾州中华总商会就表示 非常期待这个贯穿并为两地的公共交通建设 希望政府能够公布更多的详情 至于宾州首长曹关友 也希望这项计划得以快速的落实 另外曹关友也提到 交通部长陆昭福日前在国会书面答复时就指出 槟城国际机场的扩建计划预计明年9月才能够展开 曹关友之坦言对机场扩建计划展颜动工 感到有些小失望 他指出 槟城国际机场目前已经是非常的拥挤了 给人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 他说 槟城是国际电子电气工业的重要中心 但投资者来到槟城国际机场时却发现 我们的机场很没有水准 那么说到机场 My Airline航空公司突然关门大吉停飞 也在机场引起了小混乱 并对已经购买机票的民众造成了不便 而My Airline的临时责任执行员 拿杜斯里·阿兹哈鲁丁就披露 该航空公司目前正在加速处理退款流程 希望受影响的乘客可以耐心等待 这是因为该公司正面对超过一万两千封的电邮 需要处理 他发文告提到 为了让退款流程更加的顺畅 乘客受诉提供预定的编号 也就是PNR 并电邮至CustomerCareAtMyAirline.my 那么该航空公司也正在设立热线 以便能够更好的协助受影响的乘客 阿兹哈鲁丁也澄清 该航空公司所有的员工都仍是全职工作状态 并没有人被安排放无薪假期 那么接着我们就把镜头从机场转到草场去 Buggealio国家体育场早前就在柔佛王储东姑伊斯迈的赞助之下 更换了新的草皮 据料在更新草皮之后迎来的第一场比赛 也就是2023年莫迪卡杯半决赛 马来西亚对战印度的赛事当中就出状况了 多处草皮在比赛进行时 就因为球员的跑动踩踏踢踢以及滑场等动作下 竟然就翘了起来 导致球场出现了多处的窟窿 就连国族门将伊斯汉当时也是边比赛边修复 用草皮来填回窟窿里的 那么针对上述的事件 东姑伊斯迈就回应说 一般上新草皮在铺设之后 需要一段的时间才能够进行比赛 以让根部茁壮成长 不可以立即就进行比赛的 但大马族总却坚持要马上使用此体育场 至于轻体部长杨巧双则是声称 大马体育场管理机构以及大马族总 正在商讨Bugijalio国家体育场的新草皮的问题 而他也正在等待这两个单位的报告 接着才能够评估是否适合举行 原定在来零星期二的另一场赛事 换个焦点 彭亨王公总管拿督阿末基尔里 就透过文告表示 他提醒彭亨州各级受封勋贤者 不要在交通工具展示或是张贴所获得的勋章 否则是可以在相关法律底下受到对付到 包括撤销勋贤 阿末基尔里是根据目前身在国家王公的彭亨州苏丹 阿都拉陛下的预令而发出上述的提醒 他说为了查出为例者 出请警方以及陆路交通局合作 对涉案的人士采取行动 今天的新闻通就给你报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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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